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还有隐藏副本吗 怎么没看到 隐藏副本的开启条件极其苛刻 我们还是先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任务 尽可能获取二号遗迹中的系统脚力 至于隐藏副本不是大家应该考虑的事情 你中发了隐藏任务 神性之争 嗯 追杀 至于如此吗 嗯 这家伙的各项属性看起来 至少都是一尊八十五级左右的圣洁强者了 这种强度对抗 神性果然不是好夺取的 没想到你也选择了走五 你是那个同样拥有古神气息的人 幸好我变换了自己的相貌和身心 否则的话 直接暴露了 你我都很清楚 单凭你我任意一人 都不可能杀得了这只古凶兽 你可以叫我清风 如这样 你我联手 斩杀这个副本中的古凶兽 反正都是为了得到古之神性 解锁古神传承 可以 一起上 小心 这到底是多高的战斗力 事到如今 你还打算留守 这种古时代生物实力极强 若得到了五只神性 只会更加恐怖 天光女卷日月起会 万里山川 听我吃力 这 你是隐藏之爷 先杀了他 你也不要再藏刺了 赤消万里 花光永重 天和大日 急急如律令 你到底继承了什么样的力量 难道还不打算使用 辅助魔法 效力三倍 人家都这么努力了 我再藏刺 就有点影响了 人家 远远不断的力量 你是 辅助雷法师 我是全法家 副本里都在试探对方的身份 不可能据事相告 按照这个进度来看 如果我想要再次解锁第二职业 恐怕至少还要面对六只古胸兽才行 我现在倒是越发好奇 你到底是谁 好了 来规划一下 下一个要斩杀的古凶兽是哪个 顺着这条线 我们可以猎杀四只古凶兽 再接下来 便可以前往那片雪山地形 好 那就按照这个路线来走 你的职业是什么 怎么看起来与那些副本boss那么像 天师 或者说葫芦道士 属于法师分支 但却是古时代职业 十分稀 认真算起来 应该只出现过两三位 每一个帝国或是地区 都存在不止一个古时代 有些职业者 在进入某种特定的地方时 受到影响 从而转变为古时代职业 而且这种职业 一般极强 这我知道 血脉嘛 越纯越好 你知道什么 我问你啊 星龙帝国的古时代 叫什么 确实 每期帝国的古时代阴安古地 映日帝国的古时代 幕府王朝 但是相对于更加古老的 星龙帝国 我却想不起古时代的记载 这件事情 是我转职成为天师之后 才开始关注的 总觉得这其中有些问题 只要在产杀这都两只古凶手 就可以解锁挥埋圣子之意 我说大天师 你掌握的那些福禄里面 就没有个追踪福 来路吧 全发家 这三日的并肩作战 我们二人对彼此的戒心 倒是放下了不少 陀寒日 今日便是你的夫妻 陀寒日 青龙公会会是吗 是青龙公会和别的公会碰上的 走啊 难不成你是青龙公会的人 我是接了小公会的名义进来 哪能见到陀会长这尊大佛 只是有些好奇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